一局比赛中拿多少个人头才算强呢? 我的答案是17个 不要问我为什么是17个 因为这局我就拿了17个 在你们古板的印象中 我们的下好多人是很难拿到这么多人头的 毕竟他只是一个战士 是一个坦克 没有什么爆发性的伤害 所以比起那些刺客很难抢到人头 在团战中我们更多的是冲刀一个肉堵 在盾前排七收伤害 那我这17个人头是怎么拿的呢? 咱们先拿个第一滴血 其实想要我们的下好多人疯狂的拿人头 其实很简单 既然前面说下好多人的攻击力不行 那我们就出攻击力装备 除了攻击力装备 我们就会变脆 那我们就再补一件新血刀 配合我们的招化师技能和明文 好了 完整的冲装和明文会留在视频最后 下面就带你们看看 我这17个人头是怎么拿的 刚刚配合我方的药 拿下对面的阿柯 又顺便把对面的蓝给拿了 江子牙版又有些慢才过来 看见他我就从草丛里面跑了出来 看见了我砸腿他就跑 我一个大招追上 第二个人头到手 来到中路看见对面的凯也在 果断飞过去 一下就给对面的凯解决了 这是第三个 大招起飞 专追对面的阿柯 没有钉住他 不要慌 我们还有一技能可以继续击飞他 二技能打开速度 继续给他减速 追到塔下 两下普通攻击 这是第四个 中路正在团战 这个我们一定要参议 因为团战的时候比较混乱 你去里面鼓刀两下就能拿下人头 同样大招起手 冲入敌方阵形 轮起我们的大招 就是一阵乱砍 一阵混乱之中 我们又拿下了补助 这是第五个 本来想拿对面的红 但是突然看见射手 一个大招先定住 不要由你 三下五福二 立马砍他 拿下 这是第六个 此时我们显然已经陷入了 阿柯和浮助的围攻 我们不要花开启防霸 我们的血量瞬间不满 阿柯瞬间下跑 浮助也想跑 我们一个大招解决他 这是第七个 来到上路 此时对面的卡还在塔的里面 但是我实在没忍住 一个大招飞了上去 藏着塔 我就与他生死搏斗 即便他有塔的帮助 可他还不是我的对手 后面追过来一只蔡文鸡 他一来 我就知道我的补血机器来了 防爆一开 三刀 我的血量不满 他没了 这是第九个 追完上路的塔以后 我们回到中午 一只满血的射手 直接追过去 再给他来一刀 这是第十个 现在的我们秒一个射手 简直是简单的 不要再简单 回头又两刀 秒了对面的阿柯 这是第十一个 这种粗刀的夏侯敦 见了吹击 就一个字 大招直接干 追过去两刀 瞬间他就在嗝屁 不是我吹 整个小谷中 你找不到第二个 用我的夏侯敦杀害刀 这波对面的人员 再出来追我 好不容易让他们 有一次三打一的机会 要么我必须尊重他们 回头两个暴击 解决阿柯 大招又飞中了凯 再来一个普通风机 送他回家 这是第十四个了 回头我们又来到了上路 此时对面的人员 那是轻潮出动 因为我放的大头 就顶了上去 不管对面来了多少人 看他 大招先飞上去 先砍对面的江子牙 再砍对面的射手 他跑远了 我们来个一技能解决他 腹部还想跑 大招直接飞过去 三连决胜 对面的台跑得到挺快 水晶炮来了 我二技能一开 瞬间化解 这一波过后 刚好拿了17个人头 对面的水晶也已经爆掉 可谓是大局 下面我就来中复一下 这几比赛 有明文和装备 请供大家参考 大家可以收藏保存 我们下期再见